現在來跟各位說明 105年3月5號APCS檢測的第一題 105年的題目是 總體來講是有點難 但這一題算是很簡單 各位先把簡單的題型 先看一次 那這就是說 我們輸入一筆資料 這一些資料中把學生的成績打進去 然後看看學生的學生 先有分數低的往分數高的Pi 然後看看 不及格的最高分是幾分 及格的最低分是幾分 如果全部及格 就印Best Case 如果全部不及格就印 Worst Case 我們來看看他的說明 資料的輸出 其實看 測資 就是給你看到的測資 一般考試都有2到3筆的 看得到的測資 背後大概有5到6個看不到的測資 當你送上去他才 去檢測 那輸入時 就把成績輸入的資料 輸入是0112233556677998844 他是10個人的成績 沒有按照 有小到大排列 好那印出來的時候就請你把這個成績有小到大排列 然後看看 不及格的最高分 就是55 及格的最低分是66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的策略 就用一個s當掃描指標search search到小1 即格分數的時候指標會停在這裡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運出 不及格的最高分 那他加1這個就是 及格的 最低分 我們用這個策略 那如果你是一個人 他只有13分 那所有成績有小到大排列就是13 那 不及格的最高分就是13分 那全部不及格 Works the case 好這邊有說明 好說明我們的做法就是 好我現在就直接就程式跟各位講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是程式 我把程式呢 列一次給各位看 這是程式 那這是程式的執行結果 這是程式的執行結果 我們如果輸入10 10筆資料 把分數打進去 他會列出有小到大 然後 不及格最高分55 及格最低分66 我們的做法是先設 s等01 這裡是先輸入 人數 再來輸入成績 然後這一題很重要 這一行各位要 如果用python的話 請務必寫這一行 他會把字串轉成 數值串列 然後sort點 scores點sort 排序 就排完了 所以 python是占很大的便宜 考試 python占很大的便宜 s等於負1 那處理的時候 這邊就是 把它印出來了 把它印出來 print把成績去找到大1 一個一個印 那在印的時候 順便找他的指標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指標他會停在i 不及格的成績停在i 那這時候如果s等於負1 代表 s他都沒有動過 根本沒有人小於60分 所以我們就講 best全部都及格 否則要印出 及格的最低分 那如果從頭到尾一直掃描 掃描都是不及格的 掃描都是不及格的 那指標會移在分數 最高位-1 就全部都不及格了嘛 那如果我們知道s等於 輸入人數的數目-1 這代表全部不及格 就寫worst case 然後印出他的分數 好這是我們全部及格的 這根本 s還是0-1 好 那這個是 這是全部不及格的 這是全部及格的 全部及格s等於負1 那全部不及格s會留在這一個 指標指到這一個 因為全部都指到了嘛 這個也不及格 這個不及格 所以這時候就印出到 指標的位置就是 不及格的最高分 好那程式在這裡 各位可以把程式下載 下載我們 如果你有書本的話 書本會告訴你在哪裡下載檔案 下載檔案 要不然的話 就要自己打一次 這個也很快不打中文吧 好以上是跟各位 說明105年 3月的 10座題 第一題 非常簡單